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没有 你跟我都是同一种生物啊 什么生物 应该你也是 我也是 人这个字很简单 一撇 一耐 可能花一秒钟你就写完了 但是就像做选择一样 我要跟这个有钱的在一起 还是要跟这个帅的在一起 我要跟这个漂亮的在一起 还是要跟这个会持家的在一起 一边是喜 一边是悲 一边是苦 一边是乐 写一个人很快 一撇一耐而已 但是你却在其中 选择了一辈子 就像你挑股票一样啊 这档赚了很多 可是好像最近不会动 那我换到另外一档好了 或者是说当你看到了 同样的一则新闻啊 谁能够带你做出有趣 应该是说有效的解读 并且拿第一手的资讯 来跟各位做报告 我想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2474的可乘 这是在昨天大盘大跌了 盘中跌了600点 收盘大跌超过400点的状况之下 可乘昨天也是做下跌 甚至连大支的麦克风 大盒 麦格里 汇丰 全部调降2474可乘的目标价到170元 外资告诉你说可乘 现在即将淡出苹果的供应链 我直接告诉各位答案 我说这叫wrong 字写得有点吵 这叫wrong 英文的wrong 错误 不是普通wrong 这个叫做abwrong 这叫absolutelywrong 叫完全错误 为什么我说完全错误 我给了各位这三个单字 一个叫Asia 一个叫power 一个叫fight Asia,power,fight 我说如果你知道内情的人 你就知道我在写什么 老师我不知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 刚好灵赶来了 我随便乱写 是吗 各位你就记清楚 老师可乘今天怎么大涨 外资都调降到170元了 怎么今天又占上200块了 所以嘛 先从加入 我们赖群组的好友开始吧 小老鼠money8899 很简单的在搜寻这边按了下去 搜寻我们的ID加入陈堂讲股之后 你就能够收到盘中的即时通知 我觉得这个会是对各位帮助 比较大的地方 昨天大跌了 超过400点 盘中跌超过600 12144点 本波 创下新高之后 回挡也将近900点的幅度 茂迪同志同样拉回 我还告诉你 我们最喜欢买拉回的股票了 网融被动元件全导 我还告诉你可乘的秘密 我这应该算秘密了啦 不然你可以拿这个HR Power 5 去问一下 搞不好你真的 你会真的问到 为什么我要写这三个字的原因呢 好 这样可以 今天加群指数开始反弹了 但是你会发觉帽迪 两天已经19个百分点 高端间涨了9% 可乘间涨了7% 但是这个礼拜还是下跌的 这个礼拜大盘大概是跌了150点的行情 跟上个礼拜五 来做比较的话 应该是这样 该币开的风险 我都讲过很多次了啦 这种股票你还要买 我也没办法啦 游戏是做给年轻人玩的啦 他根本就搞不懂年轻人的想法 集团营运长都出来告诉你了 都告诉你推出失利了 后续的天子传奇 徐云琴记全部喊咖了 那请问公司这几百个员工 去年9月份到现在都在干嘛 正式腰斩 其实我讲这些股票啊 对我帮助不是很大啦 因为我告诉你网笼不好 我告诉你面板不好 我告诉你被动元件不好 可能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 你听到的时候不一定很舒服 但是我都是在高点的时候 来跟各位做报告 我不会等到它跌下来 才来落井下石 那对你也没有帮助 给赌咱俩啦 不是这样嘛 所以我都是希望说 在高档的时候 来告诉各位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学的论语啊 华兴科国序不看啊 都没希望啊 小时候学的论语啊 有一句话我记得还蛮熟的 叫见义不为啊 是无勇也啊 你看到对的事情 不去做 那你没有勇气啊 你不算是一个勇者啊 那我算是一个勇者啦 好不好 因为善用你自己啊 相对于法人最大的优势 就是你的agility 同样一档股票 3481的群创 各位这八个多月来的时间啊 当初群创七块多 我请你将所有群创的资金 换到比它还便宜的 叫做5309的系统店 那个时候有参加过我们 类群组的都还知道 我都把线图秀给你看 我说如果线图 跟系统店的线图 是对不起来的 我赔你两亿的新台币啊 七块钱的成本 六倍啊 不是说软体叫你在十块八买 软体叫你在十二块八卖 软体叫你在十五块一五再买 软体叫你十三块二再买 这是我们全国所有会员的真实动作 跟真实 performance 计效 改变你的方法吧 看一下六二四四的帽迪 每天在跟你讲帽迪 多金系的报价 不浪费时间了 正式的突破十块的美金 这是昨天 多金系的最新的报价 还在涨 盘中甚至超过十二块的美金 所以为什么当帽迪 大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都还有买点 为什么 我告诉你我还会再买 因为我知道按照现在帽迪的涨势 它会被进行第二次的分盘交易 而当进行第二次的分盘交易的时候 是要预收款券 所以我告诉你 我先给你做预告 我不会卖 我还会再买 他说你不要闹了 那档股票涨一倍了 你还要再买 你到底要怎么办 你心肝很凶的 我说今年2020年 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我再重申一次 今年可能是你做股票 二十年三十年来一次 我认为是最大的机会 我希望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能够很骄傲的跟着自己的儿子 跟着自己的孙子讲 我当初在东森财经台 聘请了全国最厉害的分析师 才让你现在有豪宅可以住 有跑车可以开 那是我投资生涯当中 最值得让我骄傲的一刻 因为你老子我 因为你老娘我 当初是干一票大的 你要有这种霸气 不要赚个五趴十趴 洋洋得意 老师我好棒 我昨天可诚买得下去 可诚我今天赚七趴好开心 孩子的学费有着落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人家说取之其上得乎其中 取之其中得乎其下 什么意思 你设定了一个target 可能到最后你没有达到你原本设定的目标 但是你也达到了七十个百分点 八十个百分点 我举例 小说都有考过试 如果你这一次的目标 是说我要考全班第一名 或者是我要考全班前三名 各位到最后可能你没有前三名 你也有前十名 应该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这一次我只要 考及格就好 我跟你讲通常出来都烂得要命 不是吗 因为如果你要考前三名 你要考第一名 拿出来的规格 展现出来的气势 展现出来的方法 展现出来的态度 你就是第一名 所以德国的股神 我说我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股神 德国的股神科斯托拉尼 讲过一句话 他说赢是可能 输是必然 赢回来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一开始看到这句话我看不懂 赢是可能 一定会输 赢回来又不可能 谁要买股票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买股票有没有赢过 绝对有 不然你现在不会看电视了 有没有输过 肯定也有输过 赢是可能的 输是必然的 你绝对有输过 但是一般人 他在输钱以后 他想的是什么 我说一般人 我进入股市 有赢有赔 当我赔了一笔大条的时候 比如说昨天跌600点 所有股票砍在低一点以后 当我开始赔了一笔大条的 他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要把我 赔掉的钱 我要赚回来 我跟你讲你赚不回来 为什么 你的目标越来越小了 你的emission越来越小了 如果你只是抱持着 我要把那些我赔掉的钱赚回来 各位我跟你讲 不要玩股票了 不要做投资了 打掉给我隔壁王妈三缺一在等你 你今天要想的是 我能不能再赚三倍 五倍 十倍 一百倍回来 我跟你讲到最后 不要说你赔掉的 没多久你就赚回来 因为你的格局 你的气度 你的态度 你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半段节目回来 继续的跟各位来做报告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何老师 来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成堂的照顾 再把时间交给何老师 还没有加入我们LINE群组的 记得搜寻我们的ID MONEY8899 再回来6244的帽底 我告诉你还会再买 所以当他改变了交易的方式 变成20分钟分盘一次的时候 你是可以买进的 对吧 如果没有事前跟你做预告 各位这一天 昨天就是昨天 昨天当帽底跌下来的时候 你想买也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交割专户里面没钱 他交割专户是元大的 你户头里面没钱 老师那你有买吗 我不知道 我全国会员都知道 因为每天都在看我节目 我就说人要低调 老师你还不够低调 今天盘中来到17块9了 收盘是17块4了 用收盘价去做计算也有15个百分点 他两天涨了19个百分点 股票需要追吗 都不用 我说台积电买81块 现在连18块都还不到 你该不会跟我说老师这边涨好多了吧 我好想卖 不要闹了 去年可以 前年可以 今年不行 环景之王的同志 环景之王的同志 直接挑到今天 最新的报价了 最新的报价了 特斯拉已经突破2000块美金了 各位 300块 361块涨上来的 涨了将近六倍 现在你买新车 哪一个要求 哪一个不要求要有环景的 除非你买的是Turbo Race 除非你买的是Super Fest 除非你买的是Super Fest 我相信Super Fest也需要 救人一命 甚至到七级的浮屠 就像我说的 当你赔钱了 你想要赚回来 那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是我说的 这科斯托然你说的 这科斯托然你说的 但是当你今天 为救人一命 我不敢说 你今天如果能够救 六十一条的人命 各位你觉得你会不会穷 你会穷吗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杀了一个人 你会不会被抓进去关 判死刑 不一定 先吸毒 搞不好不会 大家都有看到新闻 但是你如果多杀好几个 你绝对被抓进去关 但是如果你今天杀的是一千万个人 各位你会不会被抓去关 不会 你会当皇帝 你会当总统 因为窃钩者猪 窃国 者猴 各位你现在如果你有 你能够救人一命 我不敢说你很有钱 你可能认养偏乡的儿童 你也是救他一命 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救六十一条的人命 各位你会穷我就不相信 你应该是富可敌 你 过了吧 四十块讲到现在了 一百三我都没卖 高端疫的前身叫基亚疫苗 他们老白基亚 3176的基亚 基亚的解盲失败 股价涨了十倍 我们卖在四百四十七块 我不是看图说故事 我是拿我们过去的操作 全国会员的操作 来告诉你 这是当初2014年6月10号 卖在涨停版四百四十七块的基亚 最高后来还来到四百八十六块 我没记错的话是在7月20号 一个重点 各位当初基亚是什么解盲失败 是新冠病毒武汉肺炎的解药解盲失败吗 那个时候是2014年好不好 当初基亚是肝癌PI88肝药解盲失败 它都可以涨十倍 各位受肝病困扰的人 有没有比这一次新冠病毒 所感染的人还要多 不可能啊 对吧 全球现在确诊 破多少了 你比我还清楚 那基亚的肝药解盲失败 股价都涨十倍 还没有成功哦 而且只是for肝癌而已哦 肝癌是什么病 是亚洲病 美国人得肝癌的数 人数相较于亚洲而言是少很多的 但是你看新冠病毒 这是全世界的 之前赚330% 到本周98块6 240% 经历了昨天的暴跌 今天的反弹 各位6547的高端益 今天收盘是103块半 将近104块钱 那我们目前的获利大概是260个 百分点 当初100万买的 现在是260万 当初1000万买的 现在是2600万 你可以看他每天的成交量 都好几千张上万张的 成交的金额都是好几亿的 新台币 我就告诉给了各位 真的我把过去的脉络 都来告诉你 基亚的董事长总经理 跟高端益的董事长总经理 都同一批人嘛 那之前我所做的一个 能够治愈肝癌的药 但是因为后面没有靠山 这个跟合一跟中天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个时候我率先全市场提出来 我说基亚会失败 是因为他后面没有靠山 合一会成功是因为他后面有中天嘛 后面有大人嘛 所以当初基亚失败了 真的失败了 所以我们当初卖在447块 那这一次基亚也知道 之前有经历过 这样子的经历 所以他这一次找到了 美国的国卫院NIH 那叫全世界最大的靠山 而且美国国卫院 把这个新冠病毒的全球授权 交给了高端益 各位如果你是一间 每年有两兆五千 两兆五千亿的经费 的公司 然后你旗下有167个 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你会把你的研究的成果 交给隔壁同调的王妈吗 还是旁边去公园散步的礼杯 不会啦 你绝对也是给你相信 同样专业的团队 同样专业的公司嘛 所以我说这一次高端益找到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靠山 当然啦 可能你还在想 一档股票已经赚了260% 赚2.6倍了 你还不卖 我赚3.3倍我都没卖 系统店赚快6倍我都没卖 为什么 因为2020的今年 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投资生涯当中 最大最好的机会 能够让你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跟着自己的后代 跟着自己的子孙讲 这是你的epid moment 让今年成为你投资的生涯史上 最值得骄傲的一年 靠的不是别的 靠的是拯救全世界的人类 掌握全世界的商机 Tesla的环境 先从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开始吧 这个ID非常好记 小老鼠 money就是钱的意思 8899 告诉自己 在今年2020年 跟他大干 一票啊 跟他大干 一场啊 告诉自己可以的 你要当第一名 就让现在成为你值得骄傲的一刻了 想知道更多 第一手盘中的即时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再把时间还给杯子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不过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 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还需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投资风险 祝您筹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